立委候选人周佳琪跟着武士进场 一旁支持者列队欢迎 现场欢呼声不断 周佳琪朝周竞选总部成立 许多地方人士都特别到场立体 除了制政好踩头 也现场受战旗高缓动算 展现出在地大团结气势 受战旗给我们朝周竞选总部 周佳琪致辞时特别强调 这次选举的主角是在地相亲 而他将努力争取认同 忠实反映相亲的需求 包含在地选民很在意的 大潮州交通问题 他也提出全力争取高铁南沿潮州 以及高捷局线到万丹潮州等 进水政见 一个地方上高通如果是没入面 高通旁如果是没入面的情形 要把人潮带进来有点困难 有人的地方来带动前潮 所以有什么加急对高通建设 都在说高铁一定要延伸到 能够跟我们的铁路公共 这是最好的一件工作 再来就是有什么一直说高捷高捷 我们也要争取来到我们万丹 来到我们丹潮州 由于潮州是屏中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及转运地带 交通用色问题长期影响地方 因此中佳琪的竞选政见 让选民很有感 强调交通建设进到潮州 才能带动地方繁荣 因为潮州是屏中县的地理中心点 它两边南北东西都可以 像散行这样会延伸比较好 所以潮州 本来原本潮州就是屏中县的中心 所以最好是能够到潮州 我们才能把潮州带动宽容 另外空污议题也是许多证明内心的痛 纷纷向周佳琪表达心声 希望她若有机会当选 能协助解决潮州的空气污染问题 大家说空气不好 对人家的呼吸器很不好 以前都给社会没这么不好 因为现在社会的空气这么不好 就是我们早上有去运动 而且那边的空气品质还真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有那个过敏性鼻炎 一起来就知道说好与不好就这样子 想说以后还是要 政府还是要认真做 让大家身体做健康 能够活得长长久久这样就好了 针对空污周佳琪表示 在地乡亲是她参选立委最坚强的啦啦队 因此她将全力以赴做对的事 也提出空污改善相关的竞选证件 我们一定要有个治标跟资本的方式 那在短期治标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说政府可以鼓励 大家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你使用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补助 当然是要辅导跟补助来并行 那还有就是说 可不可以给予我们居民 身体健康检查的一个补贴的方式 类似像这样是短期的一个治标 除了因补助大潮州居民健康检查 及购买空气清净机等短期治标方式 也提出跨县市联合空污机查等方式 达到降低空气污染源的目标 长期的部分资本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应该来检视所有的工业的工厂也好 那去检视他们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不符合法规的 我们应该也要扶导他们 然后加强去改善达到这个 把污染源减低的一个措施 那甚至说环保署要做个联合机查的部分 在不管是高坪也好 或者说其他县市的部分也要做个联合机查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除了交通建设空污防制 周佳琪也提出设立国民运动中心 及公园内共荣邮聚这项证件 其实借由屏东市的成功案例 让平南地区乡亲也能享受这样的福利 其实我也一直在主张说要在大潮州 然后到东港包括大航村地区 争取设立国民运动中心 那甚至将公园融入我们的共荣邮聚 提出对大潮州地区的政见愿景 省战倒数不到30天 各方都在进行冲刺 周佳琪向选民喊话 表达自己的立场与为民服务决心 希望争持更多支持 屏东新闻补玉亭张志豪采访报导